接下來的話來看一下那個環境設置 其實非常簡單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懶人包 那製作懶人包是因為 我不希望讓你們上 光上課第一次就光設定環境就設定半天了 很浪費時間 像學Java啦 學手機App 光那個設定環境就一個禮拜去掉了 第二個禮拜還在環境設置 第三禮拜還在環境設置 那你到底是在學什麼 學環境設置嗎 不是啦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用懶人包 可是這個懶人包 它有一個限制 就是如果你有低疊 你就解到低疊的根目 就可以用了 因為它免安裝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可能要修改一下它的路徑 修改方法很簡單 第一個 我是先把它下載到桌面再搬到C 因為好像它沒辦法直接就下載 因為好像會有一些安全性的問題 我把它搬到C 那解壓縮的話就解壓至此 也就是說不要再多一個目錄 如果你有多一個目錄 你就可能要自己再把它搬到外面來 那解出來 那解完之後的話 你打開之後的話 我們就找到它內建的 因為這個就是從Python官網上面 抓下來的一個環境 那這個環境本身它就已經提供給我們一個 可以寫Python程式 目前看起來小巧 而且夠用了 當然你說寫Python 不是只有我們現在要用這個 叫Spider 沒有Spider 其他的話 現在很多 你如果看YouTube 或者叫什麼 Python 然後或者是其他很多 但我說真的 反正你習慣就好了 甚至也有人直接用雲端的 Google的那個Colleg Colleg的話是 那我個人很 尋衡之下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最簡單的吧 解壓縮應該大家都會吧 然後設定修改一些參數 應該也不至於 如果你有到第一疊就不用修改 如果你第一疊的話 就要修改一下 那把它解壓縮之後 那我們一樣會到那個 根目底下 看一下 那這個檔案好處是說 它其實還蠻小的 我印象中好像沒有多少Mb 它這個應該是 大概200多Mb而已 所以你等於是 一個 可以把它帶著走的 200多Mb OK 然後輪料指示 你知道 強固化指示 如果你是用蘋果電腦的話 可能就是用阿拉控導 就是用阿拉控導去 因為阿拉控導 這個是for Windows 解出來之後的話 一定就是一個目錄 就是在目錄裡面打開之後 那那個Spider是放在哪裡呢 它放在一個資料夾 叫Scripps 這個Scripps裡面找 你往下找 應該S開頭 叫Spider Spider3這個執行檔 就是它了 OK 那你就可以把它打開 基本上應該就可以RUN了 把它RUN起來 但是呢 因為呢 我們 預設環境是低碟 所以 它會跳出這個訊息 跟你講說 它找不到檔案 因為 我預設是低碟 可是你現在是C碟 所以呢 我只要修改一下 那改改的話 很簡單按右鍵 如果你這邊 假設有裝一個編輯器的話 會更好 就是NodePay++ 我是建議可以裝一下 一個就是編輯器叫NodePay++ 如果沒有的話 我建議可以把它裝起來 NodePay NodePay 這邊就有了 然後可以加加 這個可以把它download下來 因為這個編輯器真的太好用了 OK 因為只要 你一般寄一些東西 其實我都會用它來取代記事本 或者Word 把它download下來 download的版本的話 也許你找那個install的版本吧 install這個 Installer Installer 然後按一下下載 然後一樣把它編成桌面 6.4位元的 然後 當然如果你有別的編輯器也OK 然後把它下載之後開起來 安裝方法很簡單 就是下載那個installer 然後呢 就按 就是確定OK 然後下一步下一步 我同意 然後路徑也有預設的 然後其他也預設的 然後把它安裝起來 那 Nordepay++其實除了一般文字編輯之外 其實還可以拿來編輯一些程式 以前寫網頁的人 蠻喜歡用這個來寫程式 好 那執行它 OK 這個時候可以把它關掉沒關係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拿來 編輯按右鍵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 Nordepay++就出現了 OK 有沒有 上面就有Nordepay edit with 那以後 如果你要編輯任何的程式 也是一樣 其實Python也可以用Nordepay++寫 沒有問題 它也會幫你 主要原因它 它會幫你把顏色變更 讓你比較好去辨識 所以按右鍵 edit with Nordepay++ 然後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它把 因為它是一個binary 二輕微檔 所以打開會變亂碼的正常 那重點應該就是說 請你第一個打開之後 把它用檢視裡面 找到有一個叫做換行 自動換行這邊 這個把它打勾 OK 讓它自動換行 如果沒有自動換行 它沒辦法折行 它會一直跑到右邊去 所以記得檢視 記得把自動換行這個 一定要打勾 老師 那個是MAC的方式 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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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的話 我這邊在雲端上也有那個連結 雲端的話 第一個單元 這邊就會有一個叫 Anaconda的這個 那就用這個就好 就不用再用這個 對 那接下來的話 把那個捲軸拉到最下面 記得喔 這個捲軸拉到最下面 往上推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路徑了 這個路徑 在這邊有沒有看到 本來是第一帽號對不對 有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的 這個Python的預設路徑 有沒有看到 第一帽號斜線 Python 384 裡面的什麼 py.exe 很簡單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把第一 delete掉 改成c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存檔 重開 就OK了 有點少到嗎 記得一定要檢視裡面的自動換行 因為有沒有自動換行 它可能會折航到右邊 可能會找不到 然後往下拉 拉到底 拉到底往上推一點點 這邊就會有一個 什麼 第一帽號斜線的這個路徑 好 好 那如果 OK 如果這樣OK的話 把它Save一下 把它存檔 存檔之後的話 就把它關掉了 按右鍵 EditVis Note++ 進去 也可以改 如果改完 沒有錯 我應該點兩下 它應該就會OK 它就會自己跑 那個spy的環境 覺得有的 這樣就可以開始寫詞次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